车学院之前分析了进口车的减配问题 发现不是很严重 真正的重载区还是和普通人打交道的合资车 气囊ESP 抬压监测这几样在欧美国家是全系标配 一到国内就成了高价高配车才可能装的配置 明明花的钱更多 却只能买个脱工减料的中国特工 气死我了 十万以内的小行车除了飞度在高配款上安装了ESP 其他的就靠您自己稳定车身了 日金行车灯啊 扬声器什么的 不要奢求 从十多万的紧凑型到几十万上百万的豪华车 气囊和胎压监测经常被抛弃 奔驰宝马少俩气囊 奥迪就不告诉你胎压 最坑的当属兰德克路泽买到七八十万 别说真皮座椅车在导航 低配车把安全配置都删了 高配也少了四个技囊 真是谁买坑谁 还是那句话 减配不是厂商一家的锅 车上必须装什么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规矩 欧美国家对安全配置的要求高 国内嘛 法规相对宽松 连装不装ABS都不强求 合资车本来价钱不高 利润有限 同价位有几十个竞争对手 省个ESP就是一千块 再减四个技囊又是四千 然后这些节流反映到价格上 给你便宜几千块 你能不心动 减配倒是不违法不违规 也谈不到歧视中国消费者 国内多数司机追求高大上有面子 人家就给你这类配置 欧美消费者更看重动力总成和安全性 奔驰宝马在美国其实也减配 后排座椅不能加热 减配这事儿在哪儿都挺常见 进口车厚道一点 合资车鸡贼一些 如果真能便宜 CD打灯清洗车在导航都没有 不是大事儿 如果在安全配置上懂歪心眼 就得靠买车人自己看得清 同时呼吁国家提高标准来管管了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试之车学院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